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非常的抑郁自卑 如果说你在人群当中 看到一个特别擅长发表见解 慷慨激昂 但是又若即落离 与人保持一定距离的男人 很可能就是一个水瓶座 他率直而真挚骄傲又谦虚 指向真理低头 而不向主流价值随意的弯腰 属于本身带有突变性质的天王星的守护 所以水瓶座的男人 你会要去习惯他的一种 吐如其来的性格特质 有时候突然出现 有时候突然消失 常常莫名其妙的离开 又莫名其妙的归来 并且从不交代 不论是前还是事后 倘若你要追问他 他也不会给你明确的答案 很多时候他们就是这么的一意孤行 要做出一些跟旁人不一样的事情 有时候他会挑战一些清规戒律 越是大家希望他这样做的 他越不想这样做 反而会往反方向做给你看 甚至可能跟你针锋相对到底 如果说你想进一步的了解 这个水瓶座的性格真相 欢迎去看我之前的 这个水瓶座性格真相的解析 那么你可能会奇怪说 这个水瓶座男人就这么的古怪吗 这么的难以去把握吗 其实也不是那么难 关键的就在于水瓶座 他需要一种被肯定的 他的这种特立独行的精神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看 水瓶座的男人 他最喜欢的异性模式 是什么样子的呢 作为一个脑力高度发达的男人来讲 他是一个拥有超然态度的人 非常的理性 即使是对感情 他也会保持着很强的一种冷静性 很少有热血冲头的时候 除非他要跟你杠 所以跟水瓶座男人的爱情 真的是太平淡了也不行 太温顺了也不行 一定要跟他有种旗鼓相当的作战的感觉 而且他在心灵深处 他其实是需要一个反差很大的对象 来满足他那种穿越的感受 所以他的对象其实是最难以去琢磨的 因为他不太需要说般配的事情 看起来似乎越般配的那一位 就往往是他不会选的 也就是说大众都认为很合适的 就不一定他就要 他喜欢有一点小聪明 但不要太做作的女生 只要能够真实表达自己 然后最好是你不是那么优秀 你没有那么美 你没有那么出众 你看起来像个丑小鸭 越是不被大众所接受的女性 他越想要跟你在一起 那种可能觉得自己并没有很美 或说并没有觉得自己很好 这样的女生 其实你针对水瓶座的女生 反而是比较有魅力的 因为大家都说好的 他没有兴趣 大家都说不好的 他反而会有兴趣 所以如果说你能够跟他 打开了这个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就好办了 只要你去常常赞赏 他这种独特的思维性 对他来说 他就会觉得你非常的可贵 那么水瓶座的男人 他的爱情好物观 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水瓶座的男人 其实下意识里面 是排斥所谓的伟大的 轰轰烈烈的爱情 他们是古怪冷漠的 并且独立空间的意识 非常的强 所以你如果说 想要跟水瓶座的男人 谈恋爱 你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 如果你希望水瓶男 天天给你送花 或者天天送你回家 诸如此类的事情 其实他们是不愿意做的 但是反而是一些反常的东西 比如说他会为了你呢 抛弃他原来很优厚条件的对象 或者为了你呢 就到你的那个贫困潦倒的故乡 去跟你一起成长 就这种的情况呢 反而是水瓶男人 他愿意去与生相识的 你值得 他就会愿意为你做一切 但是不是说主流的那一切 他需要的是一种 特别的 特立独行的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 很多水瓶座的男生 他往往选择的那个 他的伴侣呢 都是跟他看起来很不般配的 最关键的在于什么呢 能够让他觉得说 这个水瓶男呢 感觉到自己非常的被需要 其次呢 自己是完完全全的超脱主流的 这两点很重要啊 如果说你能把握到 这两点特质的话呢 那么就能跟水瓶男呢 展开一段非常完美的恋爱关系 那么水瓶男喜欢你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当水瓶男喜欢你的时候呢 他可能呢 会经过整段的分析和思考 是否呢 要接受你跟你在一起 而一旦确定之后呢 他们就会对你展开 这个好奇的攻防战啊 他会拐弯抹角的打听你 仿佛呢 是在做一个调查报告 或者呢 也会给你开一些 带有暧昧气息的玩笑 让你有种脖子被喝痒痒的 这样子的感觉 这时候呢 就是他在喜欢你了 当然他这个喜欢呢 是比较不漏痕迹 而且是若记若离的 有的时候呢 你感觉到 你想跟他再好一点的时候 他可能又会离着你很远 有的时候他又跟其他的人好上了 就在这个情况下面呢 你就要把握住这种 能够让他跟你这个距离呢 永远不拉开的这个关键 那么这个关键在于哪里呢 就在于如果他对你没有很有意思的时候呢 我们该怎么办 其实水瓶男他的特点是博爱的 他对什么人他都会有兴趣 其次呢 他呢 其实他对爱情不是说非常完全的需求 怎么样才会让他注意到你呢 最关键的就是呢 你要主动 很有意思啊 你会以为说水瓶座看起来这么有男子气概的男生 怎么也需要你主动呢 其实水瓶的特质啊 就真的是非常被动的 看起来他很有个性 很拽很不羁 但实际上他是很难去主动做出什么反应的 只要你主动的去跟他搭讪 主动的去跟他聊天 然后主动的去夸赞他 跟他玩一些游戏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呢 他就会很容易被你吸引啊 然后水瓶座的男生呢 你其实呢 可以对他们凶一点 坏一点 但是呢 要轻腻一点 就是那种特别没有距离感的相处 因为他们本身呢 是很有距离感的人 所以如果说你一旦跟他也客客气气的 他其实是很不容易就 打入到他的心房里 反而呢 你要这个 主动一点 积极一点 就是说开放一点 豪放一点 就让他觉得说 这个女生 让我觉得很没有距离感 这种情况呢 就你就很容易成功 而他其实对外貌了 什么身材了 以及呢 什么长相啊 什么家事啊 其实都没有所谓 他最在意的就是这种 你能够主动去关心他 照顾他 然后又对他会开一些轻微暴力的玩笑 比如说你再不我就揍你啊 诸如此类的东西 就让他觉得特别没有距离感 其实是他们非常需求的 那么要怎么样去跟这个奇奇怪怪的水平台做沟通呢 因为水平台呢 其实他们对知识都是很有追求 而且呢都非常的好学 所以呢 他很需要很多的交谈跟沟通 如果说呢 你正好呢 对于这个广阔的世界呢 又有很多的热心和关心的话呢 你就能跟他达到很好的共识 他们呢 是家事国事 天下事 事事关心啊 这就是他们的爱好 所以说呢 如果说你跟他上天入地 都能够谈得很好的话 而且有自己的见解的话 他就会觉得 这个女生是我喜欢的 我想要的啊 其次呢 就是呢 用独特的品味呢 去打动他 他的眼睛呢 其实无时不刻呢 不再寻找着独特的女人 所以记得呢 彰显你的特别之处是最关键的 当然这个特别是 有品味的 不过分的 恰到好处的 总在发觉特别的他 很快就会发现你的不同之处 并且产生跟你交往的兴趣 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去跟水平 做的男人 谈情说爱呢 感情世界里的突变 可以说是水平难的 拿手好戏 所以你们的爱情呢 也常常会充满 突如其来的变化 很可能昨天他还跟你 如交四期 明天他就对你冷漠不已 那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呢 如何去把握这种 变化莫测的节奏感呢 其实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们呢 作为一个女生呢 千万能不要逼着他给你承诺 在喜欢的人的面前 其实他是有一种 任性也好 无所谓也好 其实他是有一种蛮交织 各种的态度在里面 有时候他飘忽 有时候他冷漠 有时候他不在意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你不要说去太在意 他外在的表现 也不要表现得像月女一样 动不动就一定要 他给你承诺 纠缠到底 我很爱你知道吗 你要对我怎么样 你知道吗 你要怎么样去表现 你对我的爱呢 千万不要对他说这种话 他会觉得你好烦 好咯 你可以这样对他说 你今天怎么这么的好业啊 你再这样的话 我就揍你哦 其实反而会让他觉得 跟你之间是没有距离的 这样的感情 反而会连得比较紧密 那么在彼此在一起之后呢 该怎么样和谐快乐的 长期相处呢 首先呢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呢 千万呢不要太哭闹纠缠 他很反感 跟他粘得太紧的感觉哦 更讨厌24小时 这种贴身追踪哦 所以说呢 你就要收起这个控制欲 偶然一两次很管用 多几次的话呢 就很可能会激起 他的这种逆反情绪哦 其次呢 你就是要对他粗暴一点 有的时候呢 不要跟他讲道理 道理讲的多了 他只会跟你一直杠 所以呢 你一定要跟他来点 就是不讲道理的 就我现在生气了 我就是生气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 我觉得你很不在乎我 就是不要去跟他讲道理 就跟他讲情绪就好了 这样子呢 反而让水平男呢 他的那种一些大道理 没有办法去发挥 而他会被你的这种情绪 所感动 所以说呢 最关键的呢 就是把握住情绪 而不是理性 我们对一个太理性的人 再用理性的方式 其实是没有用的 好 这就是我们搞定水平男的秘技 而不管你是喜欢水平男 还是说你打算追求一个水平男 或者说已经在跟水平男相处 这些秘技都对你会非常的有帮助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下一期呢 会跟大家讲讲 如何搞定双鱼男 希望你们呢 都能够有自己幸福的恋爱的生活 当然如果说碰到具体的 在这个感情上的困扰呢 欢迎呢 找我咨询 我的联系方法 见下面 啊 那么请大家呢 持续的关注我的频道 会有更多 更好 更有意思的内容 跟大家分享 下次再见了 拜拜